你都沒話 為什麼 因為開始這樣來個勁爆的 一直說要將你們化妝 你想幹嘛 你不要晃來晃去他們會暈 手有點忙 你以為這是樓葉嗎 來來來 我們要炸個機器 剛才出現一點狀況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可能就是 有一點情況 所以我們剛一直沒辦法登錄就完了 好 可以嗎 行 有沒有很真實 好 現在大家看到我穿的是睡衣 但我下面穿個褲子 假裝自己不是穿睡衣 其實我穿的是睡衣好 拉出來跟姊妹們睡衣派對 很清楚嗎 非常清楚 有沒有很醜 你有開美顏嗎 沒有啊 真實 沒有開 因為真的開美顏都變成神經病 今天是完全沒化妝 為什麼呢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這個很有趣的直播 就是我每次旅行會帶哪些東西 然後另外就是說怎麼樣去一個 比如說三天兩夜啊 或四天三夜的旅行時候會準備什麼 那另外就是一直想要教大家怎麼化妝 大家說好模糊 我鏡頭擦一下好嗎 好模糊 我擦一下鏡頭 我去拿一下 好等一下 擦一下鏡頭 剛剛我們在調整那個手機說有點多模糊 稍等喔 怎麼樣 有沒有很真實 變了耶 不要因為沒化妝故意把它弄模糊 那你再擦一下 我再擦一下 好 好 那這樣有沒有很難看 不會 好 就是完全素顏 totally 連潤膚油都沒差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今天其實想要介紹我平常是怎麼化妝的 我是每次出國的時候就會帶這個化妝包包 這是我買化妝品的時候送的 然後我覺得它很好用 因為它是平面的 打開的時候 你不用像一般這種化妝袋有沒有 你要用撈的 那我很不喜歡撈的東西 所以我喜歡它呢 打開來就這樣 可以看到裡面所有的化妝品 那我每次出國的時候化妝品很簡單 只有這麼一點點 那今天呢 既然要化妝呢 為了節省時間 所以我就從敷臉開始好了 我先敷一下臉 然後敷完臉之後呢 我在敷臉的過程 這十分鐘當中呢 我來介紹一下我的東西 這是不是有點好笑 敷的臉很醜耶 好啦 反正也沒關係 我們是閨蜜嘛對不對 我們是長久的交往 欸可不可以跟我說一下我到底醜不醜 很美 真的嗎 真的 媚著良心說話 因為我從來沒有 沒有 真的牙齒是萬能的 嗯 怎麼撕不開 今天手有點油 因為剛剛有擦那個 欸我撕不開 好啦好啦撕開了 上次有跟大家聊到關於面膜的問題 然後現在反正面膜也有做活動啦 大家可以去喔 好不容易又買衣送衣了 然後面膜是這樣的 很多人拿出來之後 就很喜歡它的精華液滴段七八糟的 我們上次有聊過 然後也很喜歡說 面膜裡面的精華液 最後倒出來的時候 就一大堆水有沒有 可是你看 其實呢 我們都知道喔 像這也是還蠻多的 可是它不會流的滿手 這時候拿來擦脖子 那 嗯 面膜到底要怎麼分辨 其實最重要的是因為呢 面膜它本身喔 如果滴滴答拉的話 表示它的水分很多 它其實是水分 就精唇水很多 並不是它的乳 這個叫什麼 精華液很多 所以一旦呢 大家真的在買面膜的時候 不要說 哇我打開 好多東西流出來喔 然後好多精華液 對不起 不是這樣的 會流的滴滴答答 那個都是唇水 因為它一定要加點唇水 那如果你真的要 精華液很多的話 它留下來應該是比較黏稠的 那怎麼樣去分辨好的面膜上面的這種 就是叫做什麼 就好的面膜質 我的臉是因為有點小 所以我不管敷什麼 都變成那個面膜質 我這樣鏡頭會抖欸 我不管敷什麼 我的面膜質都很大 因為我臉就是 比一般人小很多 你看就多很多 然後不能亂七八糟 是不是 神經病 我等一下看一下 我的臉因為很小啊 所以就是 沒事都會弄到這種地方 然後我就怕頭髮會發霉 什麼之類的 我就變成要對折 好 來敷一看 太大張 幹嘛一直搶到自己臉小啊 那沒關係 反正這樣的話還可以抖一下 是不是太遠了 大家都說太亮了 後面 太亮了 那要把燈關掉 稍等喔 滿足你們所有的要求 這樣OK嗎 嗯 這樣清楚嗎 比較清楚 比較清楚還是很暗嗎 好多這樣可以 剛剛真的太亮了 好 然後呢 大家看到沒有 就敷上去的時候 很有透明感 如果遠看很服貼的時候 幾乎好像沒敷面膜的感覺 然後呢 這樣才比較敷 很好吸收 好 這就是我們敷一下喔 然後大家都看到 你看像額頭很平整 服貼到 好像沒有 有沒有 但是其他事實在 因為臉太小 所以會多很大一節 不好意思 多了這一節呢 平常我會把它這樣撕開來 然後呢 就把它貼到嘴巴上 這樣就連嘴唇都可以敷 這樣怎麼直播 這樣就不能直播 搞什麼 所以呢 就不能敷嘴了今天 好就這樣喔 你看 好舒服喔 那就一邊敷著臉一邊來介紹一下 通常我出國的時候會帶這種三面鏡 大家有沒有看到 因為這樣的話呢 化妝的時候呢 整個畫好之後呢 你看頭髮的時候 你側面正面都很完美 所以我就會帶一個超大的三面鏡 然後呢 再來就是 呃 出國的時候 等一下介紹化妝品喔 因為我今天要畫給大家看 哇 你這個面膜真的超級無敵 好嫩 先丟旁邊 然後呢 接下來呢 就是 呃 旅行的時候一定要帶包包的 那包包上面呢 可能要放一些東西 這是我生日的時候 秦先生送我的 沒錯 也是可愛的 HELAMUS 哈哈哈 貴婦用的啦 呵 不是有那個 就是那個女星說 啊 與其買一個便宜的包包啊 不如買一個HELAMUS 對不對 還可以保值 不過這包包的確是可以賣掉的 但我的個性很奇怪 我其實沒覺得包包就是 有什麼貴跟便宜 有什麼了不起的 因為我覺得都是拿來用的 所以以前我用很貴的包包 把它丟在地上的時候 人家都會講說 欸 你的包包好貴 你幹嘛丟在地上 然後我想說 我賺錢買它就是我要來用它 我幹嘛伺候它 對不對 所以包包再貴 沒什麼了不起啦 因為是你憑著自己努力去得到 所以幹嘛要伺候它 幹嘛要覺得它很厲害這樣 所以像 比如說很貴的包包 就可以這樣完全丟在地上 欸 等一下再丟 那每次出我的時候呢 就會帶護照夾 這是我的護照夾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護照夾裡面 有我的這個 就是前陣類的東西 因為太常坐飛機了 所以都坐到 超級無敵的那種綠卡了 然後護照夾之後呢 就會有一個小包包 這個小包包非常重要 沒有這個小包包 我是活不下去的 為什麼 就是我的牙齒 又來了 幹嘛每集都講牙齒 我呢 首先會帶牙膏 然後呢 我會帶牙刷 這是我牙刷套 它很棒 因為那個牙刷套後面 大家有沒有看到它是通風的 如果你用密閉式的東西的話 有時候刷完牙 牙刷沒有甩乾有沒有 它在裡面就會發臭 所以我就選了一個 通風式的牙刷套 有沒有看到 然後這就是我最愛的這支牙刷 但是對不起 這個顏色已經沒有了 我說過啊 用它就有什麼 戀愛的感覺 就是浮著面膜 刷著牙刷 然後穿著睡衣 坐在這簡直就是要跟你們 上床睡覺的感覺 來 各位閨蜜 今天晚上跟我睡好了 今天為了跟你們講話 我連跟米莉睡覺都沒有 今天讓她跟保姆睡 那這支牙膏呢 我自己很喜歡 它的確比一般的貴 可是它是純天然的 好喜歡味道 就感覺它對牙床保護很強 大家常不要覺得說 什麼牙膏刷上去 有一陣清新的刺痛感 其實那是非常刺激 我們的那個叫做什麼 牙齦的 那大家年紀大都知道 牙床是會萎縮 萎縮的時候其實很可怕 就老人家 你們看到那牙床都黑黑的 所以你用的牙膏呢 對於你保護牙床 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自己在選牙膏 選了半天之後 我就覺得說 這種東西真的不能貪便宜 我不懂的話 為什麼會去花很多的錢 買一個就是很貴的包包 卻捨不得花錢買一個好一點的牙膏 那整個放在你嘴巴裡的耶 你想想看 你的牙齦尾縮的時候 你拿著Burking有什麼用 有沒有 牙床都沒了 然後黑黑的 跟人家聊天 你手上買了Burking也沒人理你啊 女生最重要的還是臉 跟她的身材 這是第一眼 如果你的臉很很很很 皮膚很糟 然後臉弄得很難看 衣服穿的那個 你穿再貴 然後你就是 你也沒用啊 沒人會看你拿什麼的 所以臉真的很重要 那再來就是牙線 沒有牙線我真的活不下去 因為弄了牙齒以後呢 牙洞很大 對了 那個我的醫生 羅醫師 大家可以看 這是很可愛 我在迪士尼樂園的時候 帶我女兒今年去的時候 給她拿回來的 這本來就可以給好不好 不是偷酒店的東西 這是放在那裡請大家拿回去 你要離我近一點 有點太遠 好 然後裡面就有 牙線 這是我用過最好用的牙線了 是什麼牌子呢 中華航空公司的牙線 我是在 我每次去我都會跟那小姐講說 不好意思 牙線好好用 我可以拿走嗎 然後他們就說 一小姐你要拿牙線嗎 可以啊 然後我就說 我就一抓一把 然後那小姐就這樣 你家是多窮啊 還要跑到華航來拿牙線 我覺得可能以後會 小姐在報 就是那個什麼台灣的那種 就是狗仔包會說 依能進入商務艙 然後偷牙線 什麼之類的 他們真的很要好用 我不知道什麼牌子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我介紹過 我現在沒有這個 我也出不了門 我真的捨不得拆 因為我剩一包 反正就是 它是防蠻的東西 我因為很容易過敏 今天也有一點 大家有沒有聽到 裡面很多鼻涕 最近很過敏 然後呢 我就很怕 我去住酒店的時候 或是坐沙發的時候 包括坐那個 就是 坐飛機的時候啊 如果他有給毛毯的時候 我都覺得 哇好可怕 裡面有很多塵蠻 然後很容易過敏 所以呢 怎麼有那種 你看 你們看這面膜有多厲害 它完全不下滑 我講話表情這麼多 它都沒有 有沒有 你們有些面膜 就是一講話 就會往下一直滑一直滑 不過有些地方 已經完全吸收進去了 比如說我發現 今天眼周比較乾 它就比較乾 已經有點吸收進去 哇真的好舒服 好我們繼續 我敷多久了要跟我講喔 面膜大概敷15分鐘就好了 然後呢 這個東西就是你打開之後 你放在身上夾住 那這次我們去日本的時候 我有給米利夾 它就可以幫你附近的這個空氣呢 把這個WILS WILS叫什麼 病毒 然後還有這個整蠻呢 做一個消毒的作用 當然它不可能把那個強力 就是比如說有個人 當著你面直接打噴嚏 然後那個飛沫傳染到你臉上 它是沒有厲害到這種程度 但是它除蠻效果真的是非常好 而且如果稍微是有遠距離的話 它的確有一個很強的空氣清淨的作用 那我買了很多這個給我的女朋友們 就是讓他們有寶寶的人 出國的時候都帶著它 還有就是外面空氣真的很差說 就把它當作一個平安服的感覺 反正都夾在它的身上 所以我就是坐飛機一定要帶它 再來呢 就是很重要的 我的皮夾 我要跟大家講這件事情 有點好笑 稍等我一秒 我是一個勤儉持家的人 所以 哎呦差點被掀過來 我是一個勤儉持家的人 呃 你們知道嗎 我總共有兩袋皮夾 一個就是這個 它本來是金色被我用到銀色 我都捨不得換 我真的很愛它 因為 為什麼呢 它打開來之後呢 應該用成這樣 這邊可以放照片 那很少有品牌的皮夾 它是可以放照片 所以我一直以來 都在這裡放了我跟兒子的照片 然後 然後這邊放很多的卡 有沒有 各種信用卡 那錢呢也很好拿 所以我就 然後它的零錢不是在裡面 我很討厭零錢在裡面那種 我要整個打開再去扣的話 常常我的卡有時候太鬆 或裡面的東西都會掉出來 所以我覺得 當我只要付零錢 手腳拉後面就好 好 那再來就是我的 第二袋皮夾 就是這個 這個我也很喜歡 為什麼 因為台灣有那種 買的東西會給一個發票 台灣是一定 你買什麼都會給一個發票 這個發票很可愛 下面的這個 這個東西 你刷一下就可以對獎 我上個月中了400塊台幣 7-11壞 大家覺得很好笑 我還會對發 我跟你們講喔 對發票真的 就是一種很過癮的事情 怎麼對發票呢 這真的是台灣女生的生活 剛剛有人問你臉上是什麼東西 嘴巴歪歪的 剛進來的人 我在敷臉啦 欸 我的那個面膜咧 面膜咧 袋子咧 我們家的A2000袋子咧 所以我要在這裡 人家都真的丟掉了 剛進來的人 沒有看到面膜 對不起 剛進來的人 因為我在敷臉啦 他想說你臉怎麼了 我在敷臉 因為我等一下要化妝給你們看 然後我一開始純素顏 所以我現在在敷這個面膜 然後大家因為一直都很喜歡 可是我都沒有機會試給大家看 所以我今天試給大家 因為他真的敷完效果 是非常舒服的 好我們繼續講 對發票這件事情很有趣 這個是對發票的軟件 然後呢把這個拿著 對著 記得要吃草莓大壺 記得要吃草莓大壺 然後你看就有20點 登登登登登登 他一定覺得一個女明星 我每天晚上就扶著面膜 然後夾她頭髮 然後在我床上這樣 對講有沒有 很像那個 侯孝賢電影裡面那種 很有 我們台灣叫 呃呃呃呃 就很有架式的那種 架式 就是那種草文青有沒有 就是土鳖文青什麼的 然後拿著這樣對發票 再來對一次 登登登登登登 這樣 然後呢就會知道有沒有中獎 中獎的話 你就到7 by 11去換就好了 我上個月中了兩張 我真的去換欸 400塊 快要100塊人民幣 好 但回來講我的錢包 這個錢包 所以你知道台灣女生 就是生活很有樂趣 因為每天躺在那裡 一邊吃水果 一邊對發票 那因為你買什麼 都會給發票 就是你買一杯水 然後買一個冰淇淋 買任何東西都有發票 所以變成說 對發票還蠻過癮的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皮夾 那我就是很喜歡他 不過他的零錢 就是一般的 會放在這裡 好 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兩個皮夾有什麼問題 今天很像聊天齁 今天不要搞一個 什麼賣貨的感覺 這兩個皮夾都被水泡過 沒有那麼悲劇 掉到馬桶裡 我要再強調一次 我在敷臉啦 又有人問 但我完全沒感覺 我在敷臉 我在敷臉 我要敷給你們看 又等一下化妝 撒個嬌 就掉到水裡 然後就直接爛掉了 你知道嗎 然後這個 這個第二代 這個 小香皮茶呢 掉到水裡說 我整個崩潰了 然後當時我正在機場 然後是怎麼掉到水 其實是我把水整個打翻 然後倒在上面 因為它是真皮的 就直接皺起來了 看到沒有 當時我在機場 我真的沒辦法 我沒有地方換皮夾 於是我就幹嘛 買了一本雜誌 買了一本日本雜誌 日本雜誌送了一個皮夾 就是你們知道 有雜誌會送東西 然後日本雜誌送這個皮夾 那本雜誌 也就是我剛剛 中的發票錢是400塊 我直接拿那種發票錢 買了這個 就換了這個皮夾 然後雜誌看完之後 還有這個皮夾 結果我就愛上這皮夾了 100多塊人民幣的皮夾 為什麼 因為它很大 你們看 15分鐘 15分鐘了 好然後還有我的信用卡 然後錢 大家看一下 槽表 有沒有 上面是小學生在讀書 然後 我就愛上這皮夾 現在就不想換了 可是你們知道嘛 一個女藝人啊 用100多塊皮夾 應該會被 就是其他女星 就是說 用這種不值錢的東西 但是我真的很愛她 暫時沒有 就是不想換她 反正就雜誌送了 你們看到就知道了 好15分鐘了 我要把面膜拿下來了 有沒有人對於剛剛 這一段小故事 有什麼問題的 看到我皮夾裡的東西 有沒有 她說妳好接地氣 哎呀 我買得起Burkin 我也用得起 100塊人民幣的皮夾 好不好 我的金錢 我做主 老娘高興怎麼買 就怎麼買 為什麼一定叫貴的 才叫貴婦 我覺得真正有錢 或內心很豐富的人 她是不在乎 她用的東西 是貴還是便宜 因為最貴的是 本小姐 有什麼 比我這個人還貴呢 一個包 會比我貴嗎 對不對 所以妳用什麼都沒有關係 這個是 以前我聽過 周任發一個故事 她帶了一支玩具卡通錶 我一邊說一邊拆我的面膜 結果有記者問她說 你用這個玩具錶啊 你這樣會不會什麼 然後周任發就講了一句說 難道我周任發 用了50塊的米奇老鼠玩具錶 就有人會覺得 不是周任發了嗎 多大的自信啊 需要把滿身名牌 堆在自己身上 才叫貴婦的人 那是有問題的 但是我也很喜歡名牌 不得不承認 因為人家還是百年工匠的技術 所以呢 名牌之所以成為名牌呢 可能就是她的設計感 還有她的功很好 不是說這個東西 但是千萬不要不要給綁架了 好啦 我現在要拆掉了 剛剛有人進來 以為點錯了 哈哈哈哈 又跳出去確認是妳 快點 是我 我撕下來了 好舒服喔 有沒有看到 皮膚很透亮的感覺 哇這面膜真的很舒服耶 用幾百次都有這種驚訝感 看水潤 感覺一下 有沒有看到 哇好舒服喔 都不想化妝了怎麼辦 不行了 答應你們了 好接下來呢 這就是我去機場的時候會用的包包 那另外呢 在化妝以前我還會 一定會帶一樣東西 我很囉嗦 我有一點光都不能睡覺 一點都不行 一個小夜燈都不行 可是我膽子很小 我完全沒化妝耶 面膜又在臉上 那個會不會很醜 好 我相信妳喔 好 然後呢 但是我如果 我如果 完全不開燈呢 我會怕 就是我一個人去住酒店的時候 常常主辦方對我們很好 就會讓我們住幾乎像總統套房那麼大 也就是如果我手機忘了放在哪裡的話 我會找不到 就是它會有客廳房間這樣 那主辦方就請妳去做活動的時候 尤其是做那種比較大的活動的時候 然後我有光我又睡不著 所以我常常晚上如果沒帶這個東西的話 我就會變成開燈關燈開燈關燈快燈灌燈 所以這個東西基本是我的命 你們看 好漂亮的眼罩 絲絨的 這樣 這樣晚上睡覺 如果害怕的時候我就把它翻起來 然後不害怕的時候把它遮起來 這樣就不用起來開燈關燈 而且它還有一個很妙的是 坐飛機如果帶它 這裡面呢 就會有一個 就是那種叫什麼啊 是很流情的蒸氣眼罩 那把它拆開來之後呢 我真的很捨不得拆耶 什麼都捨不得 就很捨不得啊 因為很好用幹嘛浪費 你們看 好漂亮 看到沒有 香香的 然後呢 就把它 你可以 以前的 你們看到外面賣的 日本蒸氣眼罩 是直接帶著的 有沒有 這樣子 可是我有時候真的覺得 就是太刺激了 就可以這樣塞過去 看到沒 從這裡 好喜歡這個 我的媽耶 怎麼會有那麼貼心呢 然後在飛機上這樣帶著睡覺 或者是睡到的酒店 順便可以幫眼睛做一點啊 這個 就是微醺 看晚上睡覺的時候好舒服 我不想拿下來 現在已經9點了 我女兒也睡了 我們睡覺吧 要直播了 沒有 好 大家有沒有看到 就這個 這個基本上也是我必備的 那 我通常會帶很多包這個出去 把它放在同一個套子裡 這樣的話才不會說 你帶出去的時候呢 你會忘記 然後沒有那個 所以通常我出國的時候 OK 搞定 我們都在這 好 謝謝琴先生的生日禮 WOW Happy Birthday 你現在正在生靈其境吧 希望你能夠拿到 欸 他出賽已經過了嘛 那現在是預賽 希望你能夠預賽過關喔 然後再到總決賽 然後就可以參加那個 生靈其境的大晚會了 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化妝了 最精彩的時間到了 你有沒有離我很遠 不會齁 好 OK 我們現在要來化妝了 首先呢 要有一個 啊糟糕 我的是赤滴露 我去拿一下 等我一下 先幫我拍一眼 我每次出國會帶來東西 大概這樣一圈 簡單拍一下 對 還有衣服幫我拍一下 OK 好來 真的不會黑嗎 不會黑啊 還好 開太亮了 就太爆了 真的啊 那要不要再多開一點燈 還有其他的嗎 還有其他的啊 來 跟著我走一下 你看 這是我兒子幫我畫的畫 欸 直接關掉 不是要開燈嗎 好 來 開一下我兒子幫我畫的畫好了 欸 怎麼又關掉了 好這樣子 欸那個你看 這樣各位 這樣各位 幫我看一下 有沒有比較好 好不好 差不多 差不多 嗯 可以了這樣可以 真的啊 要不要再拿一盞燈放開 其實可以會太爆 會太爆 這樣子很 實在 很實在 然後呢 我會先用這個試滴乳 這個是我覺得很好用的 那因為它就是 薄薄的一層 而且它很奇怪 一般試滴乳都亮亮的有沒有 它是有點霧狀的 所以擦起來的時候 皮膚毛細孔感覺 就會被 就是被鋪得很平的感覺 欸 對 忘了擦乳液了 好 那順便介紹一下我出國 三天兩夜的時候 會用的旅行包 因為我這次剛從上海回來 我的登基證還在裡面呢 我真的很跳躍耶 剛剛想想怎麼跳來跳去 首先呢 勤儉持家的眼睛小姐 這是那個 就是買化妝品送的卸妝油 那因為我化妝大概這個可以卸兩天 因為我都化很淡 然後再來就是 我出國的時候 這個是 某海洋XX的那個眼霜 那它很可愛 它是我去買它的保養品的時候送的 然後 你看快用完了 那它最可愛的是什麼呢 它上面有個這個 就是它有一個這個東西 把它下來的時候可以按摩 即便它是旅行妝還是很可愛 那 再來就是我會用這個保濕霜 大概就是早晚 擦一下 好舒服喔 這樣我等一下就可以開始化妝了 這是大家第一次看到我完全沒化妝 好可怕喔 是什麼感覺 一點妝都沒有 就是很可怕的感覺 然後呢 再來就還是某海洋品牌 也是它送的 我就會再上一層這個保濕 那現在就不上了 然後 出國的時候呢 我會用 欸我怕好妝 你跟你講 這樣很沒安心感 接下來我就要先用這個試底乳 我基本上只用這個 因為 膚質還算可以 所以我就不會用粉底 那我就是輕輕的把試底乳 先 在臉上快速 稍等我一下喔 打個試底乳的底 其實試底乳上去的時候 感覺妝已經快好了一半 好 這個試底乳呢 大家可以稍微就是 因為它 它還蠻遮蓋力蠻強的 有沒有感覺我很蒼白現在 沒有嗎 我把嘴巴都遮住了 好 欸你們看 基本上不用上蜜粉了 欸不行 這嘴太醜了 差一點 拿面膜塗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嗎 這樣子 我呢很奇怪 我上粉底的時候 不太管 我的眼窩 為什麼 因為你們知道 那邊還是要上深色嘛 所以乾脆就讓它被保留下來 那我喜歡它 欸我要跟大家講 乾性皮膚的 不適合這一款 皮膚太乾的人 可以加一點乳液再用 那就更深 那我其實也算蠻乾性皮膚的 好了 看到沒有 它優點是 不用上蜜粉了 因為它是 很霧狀的 不是擦完以後會濕濕的 這樣能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基本上 你就不用再怎麼上蜜粉 那 我先擦一下口紅 因為我不喜歡我自己白白 這支是我們現在在研發的 大概七八月就會上市喔 我自己做了可以吃的口紅 而且它有潤色效果 現在還在製造中 我試一下 會不會比較沒那麼蒼白 嗯 忘了拿面紙 好等一下 那接下來呢 就會上簡單的眼影 這個牌子是我兒子推薦我 因為它熟悉就是 就是美國任何就是那種 超級紅的品牌 那這個品牌呢 是在美國的一個店叫Sephora 也就是現在幾乎就是全美青少年啊 然後潮牌紅人都會去買的地方 那我自己也是每次去的面都會逛半天 然後我本來上次有帶一盒口紅要送你們大家 到時候我再公佈一下抽獎的方式 好 然後 然後我以為我很蒼白 沒有 你的眼光有問題 大家看到它就是大地色 然後我很可愛 我用這個當腮紅 我直接用這個顏色跟這個顏色 大家可以看到一下 我很喜歡用手 我不喜歡那個什麼 我喜歡用手畫 因為我覺得沒有什麼東西比手更細的 就上一點點咖啡色在眼窩上面 讓它不要顯得那麼泡 有一種深邃感 很簡單喔 然後呢 再用一點點白色 凸顯高光的位置 就最後這個顏色 這就是拿手就好了 我化妝真的很隨性的 最後呢 再在眼尾 用小拇指 點一下 你想要的金色或什麼古銅色 那今天因為呢 穿的是可愛的睡花睡衣 所以我就在這裡加一點點金色 它的優點就是它很容易勻啦 就是手殘忍的 也會化妝 如果像我就是 五分鐘要趕一個妝出來的時候 大家看一下 美不美 還沒畫好 有沒有人在說什麼 有人說好美 真的嗎 你們對我真好 明明就很醜啊 畫到一半的時候是最可怕的 再來就是我們家可愛眉筆 上次我有介紹過 欸 眉毛真的是女性的靈魂啊 沒有眉毛怎麼可以 把它稍微加深一點就好了 對 慢慢靠近一點 超級好畫 其實這支最大的優點就是後面 戴著一刷 拜託大家看一下 怎麼樣 還有我不喜歡用太黑色的就是那個叫什麼 眉刷 我喜歡用帶點咖啡的 比較自然 雖然我沒染頭髮 已經好幾年沒染頭髮了 真的 好囉 然後我有一支很奇怪的遮瑕餅 但它已經絕版了 大家看到 因為我的後面眉毛比較雜 我就會稍微收一下 還有你們有沒有記得有一陣子 其實我聞了沒 有一陣子就看起來眉毛很奇怪 後來我就把它洗掉了 所以 但洗真的很痛 大家不要隨便聞 我會把那個雜毛的地方稍微收一下 然後讓它看起來更順一點 好 好 怎麼樣 蠻好看的 那當然 我喜歡平眉 就是比較平的眉毛 等一下掉地上了 後面的刷子 我喜歡比較平的眉毛 好 我們現在有多少人在看我化妝 藝人當場化妝 像我這個年紀還敢的也不多 36萬 36萬 這麼少 平常都很清楚 好 這樣子的話呢 眉毛基本上就化好了 好 再來呢 先擦口紅 因為我真的很討厭大家自己看起來很蒼白 就我很愛的那支豆沙社 好好用喔 你看 輕輕一鼓 也是今年流行的一種 就是叫什麼南瓜色系有沒有 然後或者是番茄紅 好的 接下來呢 我就會進行眼部了 因為剛剛眼睛已經畫好了 我就會用 眼線筆 這次我也很喜歡 因為它很妙 它這麼細 超級無敵細 我呢 一隻眼睛有點大 一隻眼睛有點小 所以我會把這隻的眼頭畫稍微大一點 好好畫喔 你看 絕不失手 開著車抖的時候都可以畫 然後現在比較流行 無辜眼 所以我先搭在眼尾 稍微把它拉 往下拉 這樣已經差很多了吧 眼睛大小有沒有 有感覺嗎 再看一次 有沒有 好 有人問剛剛那個 唇釉是什麼色號 好的 就是豆沙紅 豆沙紅喔 我超喜歡那隻口紅 我理不開它了 我會把眼尾 稍微畫長 這隻真的很好畫 你們剛剛有看到我是用幾秒畫出來的嗎 而且我一點都不認真耶 你看 完全沒有暈開 真的很好畫 而且超防水 好 換完這個之後 我已經差不多了 我把眉毛再稍微修飾一下 我會再用另外一隻比較細的 去修飾我的眼尾 的眉毛 因為剛剛那個 比較適合眼頭 顏色比較深 好 再來呢 接下來 用一點點蓋斑膏 把顴骨的一點點 小小的斑紋 雖然不是很明顯 但是還是稍微簡單的遮蓋一下 還有唇角 你知道女生生理期來的時候 這個地方會比較黑嗎 這樣就暴露了 我現在 我在這個時候 整個磚塊畫完的時候 我才會做蜜粉的動作 那我不會弄很多 就是會輕輕的 沾一點點 這個磚塊畫完了 在這個上面 好 好 然後呢 最後就是貼假睫毛 我來看一下今天睫毛會貼太慢 有時候不知道為什麼很順手 一下又貼上去 有時候會貼很久 好 剛剛有人問唇釉的顏色 就是豆沙紅 但我說老實話 我覺得這個口紅的牌子 什麼顏色都很好看 我幾乎每個都有一隻 比如說晚上要跟朋友去吃飯的時候 我會擦稍微那個一點 OMG 我已經快畫好了 我等一下把頭髮放下來 然後我就很偷懶的會用這個顏色 而且我覺得為什麼沒有人 用這個顏色去做腮紅啊 這個顏色多適合東方人啊 為什麼 因為東方人其實皮膚比較偏黃色 並不適合用那種很粉的顏色 你們看它跟那個唇釉的顏色幾乎完美貼合 看到沒有 這樣 是覺得很可惜耶 為什麼沒有人用這個做腮紅 我去發明 好 輕輕的 如果你要顯年輕的話 有好多人喜歡把腮紅畫在這裡 一直給個腮紅 其實那是適合歐美 因為歐美人的顴骨比較高 所以呢 稍微把它推一下就好 這樣會顯得很可愛 氣色也比較好 就畫在眼上面一點 然後不要推到這邊喔 不需要推到那裡 那裡如果你臉比較胖的話 可以上很多網紅化妝的時候 他們會做一點點就是修容 但因為米莉媽的臉就比較尖了 所以就不太做修容的動作 好 我們把它勻秤一下 好 再用蜜粉稍微勻開 喔 真的很完美耶 我在畫了多久 沒多久吧 好多人問你這個點畫妝要去哪 還不是為了你們 你們怎麼這樣 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去街上遊蕩好不好 我去街上遊蕩 欸我的睫毛呢 好等我一下 我要貼睫毛 睫毛很重要 睫毛一定要貼給你們看 雖然有時候會貼很久 我的現在這個點畫好妝 待會我們就在樓下見吧 姐妹們喝酒去 反正男人不在家 對不對 男人在賺錢 我們就盡情的揮霍 呵呵呵 好 我選的睫毛 欸喲 欸喲 等等 我選的睫毛是比較自然的 忘了拿小剪刀了 今天就粗魯一點 為什麼我說睫毛很重要 是因為我黏睫毛的位置很特別 大家記得喔 第一次如果你是第一次貼睫毛的人 你睫毛膠上去之後呢 你要稍微讓他休息一下 好像說你很漂亮 不用貼了 不用貼了嗎 不想看我貼了是不是 我貼給大家看嘛 要完整 吹一下 讓他這個白白的地方稍微變淡一點 那等一下再跟大家講一次 其實就這個眼影盤 加上這個勢底乳 加上這個口紅 我覺得就是超完美組合 而且剛剛那個敷過臉嘛 是不是很平整的感覺 欸我很想看我長什麼樣子 我用手機看一下我什麼樣子 很沒安全感啊 因為我都沒面對你們 他們問說那個是玫瑰豆沙還是豆沙 這個是豆沙 玫瑰豆沙再紅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皮膚偏黃的話 可以稍微選玫瑰豆沙色 好我要貼了 欸已經真的蠻好看的 我剛看鏡子 好我現在要貼囉 到差不多有點白白的時候 貼的位置是重點 往後貼有沒有看到 要往後面 拉到很後面喔 前面你看還空這麼多 沒關係 就是要拉到後面 欸怎麼掉了等一下 一邊跟你講話一邊化妝真的是 我平常超快 要把這個貼到很後面去 好了 老天爺啊讓我今天成功 好接下來呢就用這個 用刷眼皮的那個東西有沒有 把它稍微捏一下 好你們看喔 再把它弄平一點 不要讓它那麼翹 其實都不適合睫毛那麼翹的感覺 你看好了 有沒有無辜眼的感覺 好快喔 是不是 好我們再看一下左右不同的感覺 右邊 你們覺得有貼還是沒貼好看 大家覺得有貼好看還是沒貼好看 所以大家有沒有看我睫毛貼的位置有多低啊 有沒有 為什麼呢 這樣會讓你看起來笑的時候呢 有點無辜的感覺 就是笑 我們先看這邊 那我們再看這邊 有對比嗎 有感覺嗎 再一次 嗨 這比較清純像大學生 然後再到這 比較厭有沒有 好我們先來完成另外一支 我們就完成了今天的妝容囉 然後你看我總共才花了多少時間 而且一邊畫一邊聊天 有人覺得很無聊嗎 看化妝 他們說不貼是可愛貼的是漂亮 真會說話 真會說話 不枉我這麼寵愛你們 因為我很寵愛你們 所以現在我們店裡有送獎 獎品喔 38塊的折價券還有什麼東西啊 還有什麼東西 噴霧 防曬噴霧 還送大家防曬噴霧 因為380女人節嘛 我是覺得女人節的時候 女人之間應該要互相寵愛彼此 所以呢 就會送大家這個折價券跟噴霧 怎麼弄啊 怎麼樣才會有折價券跟那個 我們等一下抽 等一下現場抽 等一下現場抽 每次直播都有獎品耶 喔耶 跟著我一起喊 喔耶 好 我們現在要吹一下 然後呢 大家有沒有對剛剛化妝有什麼疑問 有沒有人想問什麼 他們都在問說去哪裡買 哪裡買 我不能講啦 因為你知道這樣就很廣告 好 大家去每次都阿圓圓圈買喔 哈哈哈哈哈哈 快進去死 請問各位不要說我做廣告 是大家在為我的 你們阿圓圓圈去買喔 好啦我們店裡都有 呵呵呵 所以很多人在問我說 我自己開了店 我的東西會不會用 我當然會用耶 因為都是我很好用 我去找回來的 我為什麼要欺騙你們 每樣東西都我在用 你看我用得多溜 好我現在要戴那一支 我跟你講 每次戴這支眼睛 真是 我必須要講 這是一個高級 高難度 一樣 要往後貼 好我剛剛沾到那個眼膠了 這是一個痛苦的過程 用點口水 因為沒有那個 好 唉唷 完蛋了我有點緊張 我要貼上去我就算了 好不好那一支 就是要一支 好等一下喔 因為我手上剛剛沾到膠了 所以 我可以完美的貼上 我貼上去了 好 大家在買假睫毛的時候 記得要買梗 比較細的感覺 梗越細的時候 越好控制 好 不要再翹起來了 我會神奇 好接下來就拿這個頂子 哇今天算成功耶 我有時候貼好久了 貼到我真的抓狂 當然我們去做大活動 都是有化妝師的啦 不過我就是 平常比如說像生日那一天 我也不可能找化妝師 來幫我化妝 也太麻煩了 而且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自己的臉啊 我化十分鐘就化完 今天是為了要跟你們講解 可是我跟化妝師化的時候 真的是化兩個小時 我也不知道他們在化什麼 但也謝謝他們 每次都把我化得美 一直翹起來怎麼辦 我眼頭再沾一點點 大家再忍耐一下 快結束了 但是因為一直有人想看我化妝 這樣也可以讓你們知道 我美化妝長什麼樣子 沾點眼頭 好 OK 再貼一次 眼尾已經貼好了 好搞定 現在不能呼吸 讓它會翹起來 可以了 這樣啊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感覺 嗨 現在我把頭髮放下來囉 整理一下 怎麼樣 好看嗎 有沒有化妝前化妝後的感覺 這時候如果戴上一頂可愛的小泥帽 可惜我沒拿小泥帽 好 戴個太陽眼鏡在頭上 好看 有沒有一種度假FU 好看嗎 大家覺得 給我一點意見 好 怎樣 OK嗎 我要梳個頭髮 梳頭的時候我講過 如果你很容易掉頭髮 一定要反梳 然後 千萬不要再拉它 它已經很脆弱了 你不要再很暴力的對它 因為 像我們這種當過媽媽 生過小孩的人 都很容易掉頭髮 所以一定要反梳頭喔 然後 鏡子 我也算是創局了 化妝給你們看 OK 好了 可以出門了 耶 大家掰掰 喔沒有啦 還有很多東西要介紹呢 好那這個妝就算化完了 是不是 好不好 有沒有什麼人有疑問 比如說貼睫毛的事情 大家不要忘記喔 就是往外面貼 因為東方人的眼睛 比較上上調 如果要顯現楚楚 可憐的感覺的話呢 就是盡量往上貼的感覺 好 那我們的妝容就完成囉 睫毛筆 口紅 再近一點給大家看 好多人問 然後色號 玫瑰豆沙 其實豆沙色啦 玫瑰豆沙是再紅一點點 然後呢 就是 基本上化妝必備的就是 粉底 或者試底乳 簡單的眼影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眼影既可以當眼影 又可以當腮紅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眼線筆 必備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叫什麼 眉筆 然後再來就是 有一個簡單的 我很喜歡用的這個 這個是在美國買的 然後 台灣好像沒有 好像內地也沒看過 就是這個叫什麼 蓋斑膏 然後再來就是口紅 結束 我是 就是化妝其實很快 我如果今天不跟你們講解 真的很快到一個爆 好啦 那我現在把這個化妝品收起來 還有沒有人想要問 關於化妝的問題 我今天真的是徹底的化好了 有沒有 沒有 好 我們回到剛剛保養品的部分 喔 那我出國的時候呢 因為我臉比較容易水腫 所以呢 我就會帶這個 就是我們上次示範過的 然後呢 剛剛那個唇釉上面有色號嗎 還是一堆人在問 還是一堆人在問啊 那你幫我看一下 色號 好 我呢 就會用這種 就是電棒 因為早上如果要見人的話 或者是 今天是 活動的話呢 沒有這個是不行的 然後呢 一樣用 上次介紹過的 Passo Passo 然後呢 來做這個臉的那種 然後這樣提上去 但我今天臉還蠻緊的 我們要再試一次嗎 上次試很誇張 我們試這邊臉好了 好舒服喔 我很愛這個 我對這個有莫名的喜好 平常不可以這樣喔 沒畫 就是化妝不可以這樣 有沒有感覺兩邊臉不太一樣 有沒有這邊比較 妳臉很瘦 看不得出來 沒有啊 妳看這裡 跟著 唇角 看一下 是不是 好 我們現在把這邊也推上去 這個很快見效 而且稍微用力一點 好爽喔 有耶 他們都說有耶 有沒有 我自己都有感覺好不好 然後世間難得有如此奇悟 沒有它 我真的很恐懼耶 就是你知道 女藝人臉一水腫 就會被人罵很胖很醜 什麼的 就很可憐 那我就會帶這個 然後我會帶三種 三四種不同的圓液 比如說那天稍微曬太陽的時候 我就會用帶著這個維他命C的 那這是帶著維他命C跟E可以修復的 我是比較相信原意的人 因為我很不相信什麼全效 那個有點像是 如果你們喝維他命 就是你們喝一個維他命果汁有沒有 突然間關不起來 好關起來 如果你們喝一個維他命果汁 那比如說你是想要吸收維生素C 你不是就是會喝柳橙汁嗎 可是如果你加了胡蘿蔔汁 不就是又變成有點BECA ROGIN嗎 可是這個BECA ROGIN加進去之後 你的流程可能就變成70% 你被胡蘿蔔吸食了30% 所以當我們說全效又能美白又能保濕 又能抗皺的時候 等於他每一種功效都被減弱了 這樣大家懂嗎 所以我很喜歡用百分之百的東西 美白就是美白 保濕就是保濕 抗老就是抗老 我寧可美白吸收完之後 再擦保濕 擦保濕之後再擦抗老 所以我就會用原液比較多 那像保濕的話就用這個 那三種不同的原液呢 再加上就是說 很高濃度的玻尿酸 那我就會白天起來 比如說用這個推 推完之後 我現在都還很有感覺 有點涼涼的 所以這個也是我出國必備的東西 好啦 那我們現在再過來看一下 再來就是 再來就是 這個是 就是日本的這個 這個我們沒有賣的 這個是在 就是 你們知道 資什麼櫃 就是去百貨公司都會有 我已經愛他很多年了 我是不可能進到他的 因為他自己是有專櫃的 可是我真的很喜歡 他是維他命A眼膜 如果你眼睛有細紋的話 然後維他命A 其實對眼睛的那個細紋 是很有功效的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先來看 就是我會戴的休閒的衣服 首先我一定會戴睡衣 對 我不太習慣去酒店的時候 不換睡衣睡覺 所以出國的時候我就會戴這個 維蜜超模可愛睡衣 這件我最近好喜歡 我本來想穿這件給你們直播的 你看 好可愛喔 有沒有 很喜歡 然後這整套的睡衣 我會用睡衣的袋子 裝起來 還有很可愛 這個是什麼你們知道嗎 麻煩照過來的腳趾頭 因為我常常穿高跟鞋 然後我的腳就很累 這也是我在日本旅行的時候買的 嗯 店鋪裡也沒有 不過很有趣 它可以把你的腳趾頭 大家看一下有點搞笑 可是真的很舒服 睡覺的時候 麻煩看一下 哈哈哈哈 它就幫你把腳趾頭撐開有沒有 那如果你睡覺的時候呢 你這樣子的話 你的腳就得到舒緩 因為之前我穿高跟鞋的時候 我的腳都會變成這樣 大家懂嗎 所以睡覺的時候 就要把它撐開 你看 自然撐開狀 有沒有很好笑 不會超級 不會很舒服 超級舒服 因為你看 然後 如果穿高跟鞋的話 真的很慘 這麼高 因為我個子比較小 你看我整個腳趾頭在前面 擠到了 我是整個被縮起來的 你們看到嗎 越漂亮的鞋子 腳越受罪 就要用這個襪子 所以這個襪子跟睡衣 就會永遠放在我的內衣袋裡面 就這個睡衣袋 然後呢 接下來呢 我就會帶一套 這個也是我必帶的東西 瘦身褲 哈哈 我通常呢 會 比如說 像我去北京的時候 然後白天 要開會嘛 我就會穿比較正式的衣服 所以我一定會帶一件 可愛的外套 或者是比較嚴肅的外套 一件黑外套 那它什麼都可以搭 然後裡面會帶一件洋裝 有任何場合都可以穿 可是我一定會帶這件瘦身褲的原因 是因為 第一 它可以忍 就是幫助我們燃燒脂肪 那如果你有在燃燒脂肪的時候 這件褲子好可愛喔 它下面有一隻狗 狗跑哪去怎麼不見 在褲腳 等一下 我剛剛是拿褲腳 在這裡 在後面 它這個狗就會變色 你知道嗎 從藍色變色 藍色 會變白色 對 它藍的變白的之後呢 就會看到你自己是在 就是 就是在燃燒脂肪 而且說好說它非常貼 很舒服 我可以 我是沒辦法穿給你們看 這有點恐怖了 但是它非常貼 而且穿起來腿好瘦 我很喜歡這件褲子 拜託拍一下我的腳啊 大家看一下 很喜歡它 很服貼 然後呢 比如說 如果要稍微 正式一點呢 我就會在 這種西裝裡面 直接加這個 然後把它扣起來 是不是又是看起來 像一套西裝的感覺 這樣就變成兩套衣服 然後再來呢 如果要稍微休閒一點呢 我就會用T恤 這件我很喜歡 最近穿到它牌子都掉了 把這個 再塞進去 就變一件白T有沒有看到 再加一件白T恤 欸 又很休閒的感覺 然後下面就可以配 這樣的球鞋 他們問這褲子能洗嗎 可以洗啊 但我建議大家最好是 欸我披頭散髮 是不是 我頭髮很困擾我 喔沒有 好 就是 再配一個這樣子 就是以瘦身褲來講 它真的太時尚了 它不是瘦身褲 那種毛毛的質料 你們知道有的瘦身褲 那質料很像塑料有沒有 穿起來會反光 真的很土欸 感覺就像 要去跳廣場舞的感覺 就是那種 還有很像那種叫什麼 就是那種跳那個什麼舞蹈有沒有 就是塑料的褲子有沒有 所以我很怕那種 然後我到處找到處找瘦身褲 什麼染指褲 可是這件的顏色 大家看看 一點都不反光 然後又不像棉的一樣會起毛球 所以我就馬上就愛上它 然後我覺得它的這個 穿上去即時瘦身的效果就已經很好了 更何況它還有的確確是有 證明它有染指作用的 它是被證實過的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的狗狗有沒有變色 那我們剛剛這樣一搭 配上一個 你看它又是一套 然後另外呢 如果晚上 秦先生 比如說我去北京出差的時候 有時候晚上我們就會見面 白天工作完 就會穿上像這樣子的衛衣 然後這樣 欸我很想去拿我的帽子 可不可以給我一秒去拿帽子 給大家看一下 更為一分鐘 來了 好多人問這個店裡有沒有 褲子 當然有 這麼好的東西怎麼不反 我會穿那種叮叮叮的上衣 因為跟它在一起要裝萌嘛 然後呢 這是我最新買的帽子 然後再配上這個緊身褲 然後再配上我的球鞋 幫我拍個全身 看 有沒有很可愛 嗨 就這樣 我就可以晚上跟它去看電影 這件帽子好可愛 你看 帽子哪裡買 可愛死了啦 要死了 怎麼那麼有品味 你看這帽子怎麼那麼可愛 看漂亮 所以你們知道這條褲子有多重要嗎 好然後呢 如果是比如說 要跟兒子出去就要更裝嫩對不對 我就會戴一件這樣子 今年很流行的少兄 然後再配這個褲子 有沒有 然後呢再戴上可愛的帽子 又是一套 看到沒 所以呢 出國的時候 大概帶這樣 大家就覺得 我每次出國的時候 其實我的一個小箱子都放了下 可是所有人都會說 欸你到底帶多少東西出來啊 真的沒有 因為你帶一條褲子 你就可以完完全全就夠了 更何況 大家都不知道 你在穿著這個褲子的時候 還偷偷的瘦身了 有沒有很厲害 還偷偷的瘦身了一下 所以呢 這條褲子 真的 是我現在的最愛 如果不帶他出去 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以前都穿牛仔褲 但是我覺得他真的很舒服 還有 如果你坐 坐車子 坐動車 會出差的時候 你穿著這個 你就真的很舒服 可以睡覺 另外 你看 這褲子這樣 配著這個 好看的 外套 拿著你 小高級的包包 感覺上 欸 掉了 就是 一點都不會吐氣啊 所以 我很愛這褲子 那幾乎是每次出去 我會帶兩件 因為我很怕 中間萬一弄髒 或什麼 就沒有得穿了 好再來 他們問說 那褲子可以外穿嗎 我就是外穿啊 他可以露屁股嗎 呃 他可以露屁股 我是不太建議啦 因為他有提臀的效果 大家有沒有看到 他很妙 他有一個屁股在這裡 這次又是跟其他不太一樣的地方 建議你們去買這種 瘦身褲的時候 一定要看他有沒有做屁股喔 他幫你直接把它做立體了 大家可以看到嗎 不清楚 好等一下 他是有屁股的 你看得到嗎 這樣看得到嗎 有 可以 他好像一圈的屁股 有沒有這邊是緊的 會翹起來 嗯 他有一個屁股在那邊 所以如果直接露屁股 我是不太建議 但我都會稍微遮到這裡 但因為他有翹臀作用 所以如果你穿 稍微貼身一點的話 也蠻好看的 那這也是我出國必備的東西 沒有他我也是很沒有安全感的 出去大概會帶兩條吧 會很厚嗎 一點都不厚 所以有個問題 就是如果真的是大冬天的時候 千萬不要想說又要染指又要保暖喔 我覺得現在季節開始剛剛好 如果是前一陣太冷的時候 這個就變成說我覺得不太適合 因為他其實沒有加 裡面叫什麼 沒有加融 對沒有 對可是現在的季節我覺得剛剛好 到夏天也不會太熱 也就是從現在季節開始 大概可以穿到11月左右 那我比較建議大家去買兩個可以換系 因為他真的太好穿 天天穿很臭耶你知道嗎 因為貼身呢 你想想看 私密處天天穿的一條褲子 那你裡面的小褲褲會壞 你外面有什麼不壞 說到小褲褲 今天真的是 出去一定要帶的內衣 哇大放送 大放送 一定要帶一個無肩帶 哈哈哈哈 欸怎麼跟我臉一樣大 哈哈哈哈 好好笑 所以是臉太小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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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人在笑我 有沒有人在說什麼 大家對 好好好 他們不是臉太小 是有料 你們知道嘛 秦先生說過啦 胸大膚白貌美 哈哈哈 人家問到說 啊是不是因為你的那個老婆是才女 然後他說沒有 我選擇有條件 就跟腦子沒關係 只要胸大膚白貌美就好什麼 今天身真是個很實在的人 一定要帶無肩帶內衣 那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 雖然剛剛那些衣服都是 可以遮到肩帶的 可是萬一 萬一你要穿個小禮服的時候 像我剛剛介紹的這件很可愛的洋裝 它如果有肩帶有時候 那個痕跡也會跑出來 然後你們會發現這件洋裝 它很可愛的 可是它旁邊都是透明的 所以穿稍微 後面深V的內衣的時候 你們看 就完全不會透出來有沒有 然後膚色的 所以我建議大家帶一個無肩帶 我真的很怕看到女生啊 穿這種洋裝 或者是穿稍微露肩的衣服的時候 這邊跑出來一個膚色的內衣袋子有沒有 然後很粗一條 調整型內衣 然後又或者是 自己覺得很好看 露出一條黑袋子 其實那種 那種要露袋子的衣服啊 可能是露肩或什麼 洋裝真的就是走優雅路線不適合 那 還要再繼續往下看嗎 好啦 今天真的是大放鬆 這是什麼東西 以前我拿出我的手帕來 有人說那是內褲 就叫我多愛蕾絲 這件真的很可愛 我的媽耶 麻煩你們看看這件內衣 有多可愛 也太可愛了吧 OMG 我看到它我就忍不住 後面還有蝴蝶結 前面還有小胸花 你們看上面還有蝴蝶結 有很多不同的布料組成 這是幹嘛的呢 晚上穿的 為什麼 因為還要生三胎啊 什麼話 好 然後我喜歡的褲褲的這種選擇的方式 呃 女生呢 都知道其實我們應該買好一點的內褲 因為好一點內褲才能夠把臀部拖著 臀部是沒有辦法抵抗地心引力的下垂的 可是除此之外呢 我其實比較喜歡透氣的 的小小苦哭 就是這種 上面就不要看了 我喜歡低腰 低腰會看起來整個腰身比較瘦 然後帶著一點蕾絲 然後全透明你們看 全透明 你們看到 這件也是帶裙子 有沒有很可愛 小裙裙 然後來看 這一件全透明 這邊還有一個愛心 也太可愛了吧 屁屁這邊還有小小的蝴蝶結 這是什麼直播啊 沒有就是旅行會帶的東西 你們真的想到哪裡去了 那大概外出就會帶這樣 那這邊總共是三件 就是出國的時候會帶的 嗯 然後接下來呢 好這個東西大概要到四月才會上 就是夜間收生產 我知道你們一直在問 四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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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一個產品啊 要從國外進來的時候 關稅啊運費啊 然後海關啊鎮啊什麼都要拿 然後這種東西也要時評準 許可證 那因為我們的店鋪 謝謝各位閨蜜 就是真的很捧場 所以我們很快就已經升級成企業店 那因為升級需要一個月的過程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升級中 可是這個我也是 我告訴你們 有幾樣東西我沒有真的不行 比如說剛剛那個酷酷 還有這個美容仪 然後呢 這個 都是這三樣東西沒有帶我 寧可下一班飛機再走 那這個就是我每天晚上會喝 那這個就是我每天晚上會喝 其實你說它到底能不能瘦 我發現它裡面是薑 Camomel 然後什麼Louisbo 就是一個南非的一個瘦身茶 那它喝了是不會上廁所的 所以它沒有任何泄藥在裡面 可是它就幫助你睡眠的時候 身體的新陳代謝可以加速 那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我們都是睡覺的時候 身體的代謝率是最高的 我們是在晚上睡覺的時候 身體的基礎代謝率是最高的 其實這個時候如果你喝什麼 像睡前大家都建議說 膠原蛋白在睡前喝 然後呢 還有這個骨 那個叫什麼 補充骨頭的那個叫什麼 鈣 鈣 鈣片 鈣片要睡前吃 好多人早上起來吃鈣片 我覺得好奇怪 因為我的醫生已經跟我講過說 晚上才是整個新陳代謝 跟身體在生長的時候 白天你是在消耗 那晚上是在修復 所以我們常會說 白天曬到太陽啊 或白天身體在怎麼樣啊 因為你白天一直在動嘛 所以白天其實我們是在消耗身體 夜間我們是在修復身體 也就是你的皮膚啊 要用比較好的油什麼 為什麼都是晚上 不是因為你在睡覺 就是因為你要修復它 所以像這個茶它就是幫助我們 夜間新陳代謝 另外就是鈣片的部分 大家不要忘記喔 就是要晚上吃 因為晚上吃的話 鈣片更好吸收 另外鈣片有一點點安神的作用 所以吃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更好的睡覺 待會兒我來回問大家問題 接下來就是這個水壺 畢帶 欸你們有看過 秦先生在生靈其境的時候 用我可愛的粉紅小壺有沒有 就大家看節目 是有看到他說 他用了一個粉紅色的小水壺嗎 那個的確就是我的 然後因為他拿走那個水壺之後呢 我就買了一個新的 然後這個新的很妙 我想下次換給他 把那個換回來給我 這水壺呢 大家看 茶包可以放在這個裡面 有沒有 他可以直接過入茶葉 你說有沒有很貼心 看 你可以把茶包放在裡面 甚至直接放花茶的茶葉 然後蓋起來之後 你就不會像你爸用的那個很老氣 有沒有 老人家用那個有茶葉都很醜 然後而且很好清洗 還有打開也很容易 你們看 好喜歡這個喔 然後呢 蓋起來之後呢 他還有一個很神奇的地方 他總共有三四個蓋子 蓋他的下面 這是幹嘛的 這裡面可以放維他命 像我早上起來 我會吃維他命C 然後我會吃那個Q10 然後我還會吃 呃 氨基酸 那我就會放在這個 三個不同的地方 你知道 每天早上起來要吃一堆維他命 那不是保健食品啊 不要大家誤會喔 就是 不是我身體特別累的時候 沒有辦法補充這些東西 或者甚至是 有時候真的沒有吃到蔬菜的時候 就用它來輔助一下 就把那個 維他命放在這下面 然後你看 直接出去的時候 有沒有 你就不用另外帶一個藥包啦 多方便啊 這樣 那如果說你是放 像剛剛那個深夜茶 你也可以不要這個東西 直接換成這個 就可以 所以他很有趣的是 他所有東西都可以收在下面 這就可以直接蓋上 看到沒 好 你要換蓋子 你要換茶葉的 就這樣子 好了 蓋起來 然後你要吃藥的時候 好方便 我不想給秦先生 但是他也是早上起來會吃鈣片 什麼的 然後他也是就是 我覺得他有時候真的蠻累 所以我也會讓他吃一點Q10 所以我就想說 這樣的話 他就不用另外再拿一個藥包了 好 那接下來就是牙套 這個很有趣 上次我介紹過 這是秦先生送我的 哈哈哈 情人節禮物 好貼心喔 他真的是會送一些 真的很奇怪的東西耶 可是這真的很好用耶 他說你用這個你每天都會看到我 然後我想說 好吧這個禮物也算是很用心 就是放牙套的 真的很厲害耶 這樣的話就可以綁在你的皮包上 有沒有 拿著你的 Hermes 這兩個都他送 然後掛在這裡 好跳動的禮物喔 然後這樣的話呢 你就不會忘記 不然牙套你真的很容易掉 我剛開始沒有這個牙套盒的時候 我常常一拆下來忘記 就直接用水把它沖走之類 你會做過各種烏龍的事情 那接下來是這個 維羅利亞秘密的包包 我是用它來放 耳機 電腦 充電線 好 然後再來呢 就是耳環 耳環非常重要 每次出國呢 要帶一些漂亮的耳環 那現在就來帶一部 大家看我瓦裝得很好 它呢就可以搭配不同的衣服 讓自己看起來呢 就更有精神 而且我最近迷戀偏大的耳環 哈囉 大家好 有沒有我那天入生日的那個 欸這我看一下我長什麼樣子 因為今天不是那種 就是對著自己 像網紅那樣的直播 有沒有 耳環真的很重要耶 而且我最近迷戀大耳環 嗨 大家覺得可愛嗎 他們說你沒死了 對耳環是一定要戴的好不好 然後耳環 然後我會戴一條項鍊 就是百搭型的 戴著一點小珍珠跟金屬感的 然後呢 這條小項鍊這樣一戴 比如說像剛剛這個衣服這樣 一戴有沒有 就感覺完全OK啦 好然後呢 我會戴一雙就是黑色的高跟鞋 因為我覺得黑的就很白搭 那就很方便 然後再戴一雙球鞋 基本上呢 這就是我行李裡面的東西 那接下來就進入最重要的就是 保養品系列 剛剛已經看過臉部的保養 比較是旅行裝的 那接下來要看的就是身體 我出去一定帶身體潤膚油 因為北京真的很乾 你知道每次回北京啊 如果不乖乖擦身體潤膚油的話 最後都會起皮屑 所以呢我會用兩種不同的東西 第一個呢就是瘦身油 你們知道就是瘦身油 帶來看一下我的床 來我們先看一下我的這個東西 這是什麼 看到沒有 這是一個按摩床 有沒有看到 因為我有時候在家裡 會請我的那個按摩師 就到家裡 有的時候 可能坐飛機回來十點多 真的太累 然後全身酸痛 尤其是長途飛機 比如說有一次陪我兒子去美國懷 我真的身體痛到不行 然後那時候紐約又下大雪 所以當時呢 我就回來就請他幫我按摩 那不管是他幫我按摩 或我自己的話 我一定用這一罐瘦身精油 之前也說要介紹給大家 然後他的味道呢 真的是 唉 我跟你們講真的太好聞了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質地 他的質地很濃稠 有沒有看到 真的很舒服 好香喔 對啊 沒辦法跟你們講 你看推起來 就超級好推 一下又吸收掉 這麼油喔 這麼純度這麼高的 瘦身油 哇 好舒服喔 對啊 你看 真的可以睡 好放鬆 嗯 那因為他帶有柑橘的類型喔 可以幫助身體排毒 然後另外呢 他也有肚松 肚松類呢 就可以把我們身體裡面的乳酸呢 積極的這個排掉喔 所以呢 我們都知道就是 呃 他是帶著一種 有點像 反正就是SPA的味道 你知道嗎 就是那種藥 精油藥草的味道 然後還有一點點柑橘的味道 嗯 我是已經用他很很久了 然後現在我也想研發自己的瘦身體 大家可以看一下 已經完全吸收進去了 一點都不油 真的耶 有沒有看到 吸收力超好 然後 我再試一下這隻手喔 而且他具有就是染指的作用 可以看一下 他很好推 超級好推 也是店鋪用 對 這個可真的是 我跟大家講 這真的太好用了 然後他可以幫助你的橘皮組織 得到修復 我不知道有沒有 這個閨蜜有橘皮組織 大家知道橘皮在哪裡嗎 屁股 屁股跟大腿的這個界線 這一塊 尤其生完小孩的時候 有的人橘皮組織連 這個地方都會有 另外就是說 精油的好處就是 如果你的人成紋 因為人成紋 其實是我們皮膚的膠原蛋白被撕裂 大家知道膠原蛋白被撕裂的意思 那你同樣可以把它擦在肚皮的上面 它有修復的作用 啊 今天真的是 又是內液又是肚皮 哈哈 看一下 今天看到賺到耶 對 那他可以稍微擦一下 漂亮的小肚肚 快出馬甲線了 最近練的 所以呢 瘦身精油是我必帶的 沒有它我也是很沒安全感 而且它的味道真的很舒服 每次洗完澡的時候啊 往大腿這樣推一推 然後小腿這樣推一推 真的 就感覺到晚上睡覺的時候 就很舒眠 那它的同款系列很可愛 就是 它還有一個很舒服的東西 欸 欸 噴霧跑哪去了 嗯 找不到噴霧了 喔在這 倒下去 它有一個睡眠噴霧 因為它的味道就是很放鬆 而且完全就是純這個睡眠的 然後噴起來也是 噴就想睡著 我就是會噴在枕頭上 因為你知道去酒店有時候 真的很寂寞孤單冷 那我就會把它噴在枕頭上面 我去拿個枕頭 寂寞孤單冷 對啊 一個人住酒店 然後工作 然後兒子也不在 女兒也不在 我說真的會很想他們 就這樣噴一下 是怎樣 太好睡了 真的好香喔 對 它的那個香味呢 不是像薰衣草那種 就是你到哪裡都聞得到 那種它是一個調和油味道 它帶著一點點甘草味 然後你會特別的放鬆 就這樣 所以我就會拿那個油按摩完之後 再在枕頭上噴一下這個 然後戴上眼罩 就美美的入睡囉 你們知道沒有米蘭達可兒嗎 米蘭達可兒嗎 米蘭達可兒 就是韋多利亞秘密的超魔 她之前曾經跟魔戒指環王裡的弓箭王 就是有過一段感情 還生了一個小孩 米蘭達可兒 那米蘭達我就看到她說 她睡覺前一定是用噴霧 就是會讓自己整個放鬆起來 然後忘記了白天的這種很多的事情這樣 所以我覺得睡眠噴霧也是必備的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很重要 這個 就是你知道我其實有它小罐的 那今天就給大家看大罐 葡萄籽 大家都知道葡萄籽抗摔嗎 唉好舒服 媽媽 整一個放鬆我剛剛幹嘛要化妝啊 我為什麼要化妝 我應該化好妝卸妝給你們看啊 然後穿睡衣等一下直接睡覺 對啊我現在就是要怎樣 等一下我不出去我不甘心 等一下跟我去買烤串好了 順便有一遊台灣街道 大家覺得怎麼樣 好 那這個呢就是噴霧 我通常我不太用化妝水 那我習慣呢晚上睡覺洗好臉之後 我會先用噴霧 然後呢擦完所有的油之後呢 可能會看看書啊怎麼樣之後 那吸收的差不多我會再上一層噴霧再睡倒 然後另外比如說白天真的開會 開到繩子有點不清的時候 像現在因為自己等於是在創業嘛 然後創一個新的事業這樣 那常常要到每個不同的國家去看不同的產品 然後去發現很多好棒的東西 然後還要跟他們談判說 便宜一點再便宜一點再便宜一點 要比全世界都便宜 我管你是美國產的 你就是要比美國更便宜什麼之類的 這時候就要拿出來噴一下 殺價必費 然後葡萄籽呢是抗摔的 那大家都知道這個牌子在法國 其實真的就是 它就是超級抗摔系列 我吃的葡萄籽也是吃它家的 用吃的 那也就是你在噴霧的同時 你也抗摔 還有它的噴霧很細膩 大家可以看一下 1 2 3 有沒有看到 超細緻 絕對噴出來不會說什麼 連上很多水的感覺 我就這樣這樣狂奔 它都不會 你看 我的妝都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你是戴著妝的話 因為外面的空氣 會把你臉上的水分吸走 這時候建議用衛生紙 稍微按壓 不要讓那個 多餘的水分被空氣吸走的時候 還把你臉上的水分帶走 所以如果你是化著妝噴噴的時候 記得要用衛生紙吸按一按喔 好 然後再來呢 有人想再看一下剛剛那個睡眠噴霧 好 睡眠噴霧 我再噴一次 真的好想睡喔 真的好舒服 好舒緩喔 我沒有辦法給你們形容 我們家現在有多麼的舒服 那些各種的味道加起來 那這個衣我想大家已經知道 因為它有美白的功能 那常常 我其實我生完小孩之後 我說實話 我覺得我膚色暗了大概一格兩格 就變得很暗沉 生完小孩之後 我覺得最難懷的就是膚色 而且很奇怪 生完小孩之後身體好像有點過敏 常常會長一顆小小小小的那個東西 然後斑都退不掉 後來反正就是 我覺得沒有任何美白的乳液 可以說瞬間讓你有效 但是我用了大概三四罐吧 就是池子以黑一直用一直用 我覺得我現在算是白回來了 我現在算白嗎 我算白的女生 蠻白的 但我之前整個就是黑黑黃黃的 你知道然後我很討厭擦防曬油 這真的很不應該 但我真的很討厭擦防曬 我就覺得防曬就是讓皮膚變得很悶 所以我常常會覺得說 白天不擦防曬 晚上又不擦美白是怎樣 就等著變黑就對了 還有你有沒有發現年紀大人膚色會變黃 就是我媽媽現在我都覺得 她小時候就是不是她小時候 我記得我媽媽在我十幾歲的時候 我覺得她還是個白白的女生 可是前兩天看到媽媽 我覺得媽媽就變黑了 我就跟媽媽說 媽媽你身體裡的黑色素代謝現在比較差 記得要吃點維他命C喔 所以前兩天我有看到有人問我 關於黑斑的問題 那黑斑的問題有幾種方式 第一個要做好防曬 那小時候用SPF50的防曬系數的東西 還有防曬油呢是要補充的 所以我這邊有一罐 大家看一下 像這種防曬噴霧 以前的防曬油就是擦在臉上嘛 那你出去的時候你化妝你怎麼補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先擦一層防曬油 然後化好妝之後呢用防曬的粉底 那每個防曬油大概都是過了三個小時之後 它就沒什麼用咯 也就是你早上九點鐘如果在外面的話 到大概中午十二點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補充 這時候怎麼補呢 就用這種防曬噴霧直接噴上去 這樣又上了一層防曬油 所以建議大家是買防曬噴霧 我這大晚上的噴個防曬油 然後化個大濃妝 要去哪裡 好那首先呢 下一個油斑的人呢 就記得白天一定要做防曬 千萬不要偷懶 回家卸妝卸乾淨以後 每天晚上呢 就要用下我剛剛說的 像這種美白純度很高的這種 保養品呢 敷在自己油斑的地方 稍微敷一下 不管怎麼樣都要敷 如果你不懶得敷面膜也沒關係 把早上曬過的地方稍微鎮定舒緩 並且讓塵在膚色底下的黑色素 可以被擊退 那現在我正在研發一款啊 超級有效的熊果素 一個禮拜一定能夠白回來 我希望在夏天之後能趕上 那所以就是說 在這個斑的地方 你記得晚上一定要服它 因為它真的是被太陽照射 它在皮膚下面的黑色素已經往外跑了 你要把它就是趕回去這樣 然後再來很重要就是說 你要吃這個維他命C 如果你真的曬得很厲害的時候 一般我們來講是500個mg 500個mg 其實已經很夠了 但如果你那兩天真的曬得很厲害 1000到150都是可以的 比如說夏天我們去海邊 或者我們去什麼大禮啊 那種完全沒有遮蔽物的地方玩的時候 就建議大家把這個維他命的濃度 就是吃的這個維他命C高單位要調高 所以我覺得這個要防斑真的很可怕 那斑一旦出來 有人問過我雷射啊水光針這些 我覺得那都是短暫有效 它真的沒有辦法 比如說你打完一個禮拜很有效 打完就沒有效 所以我更建議大家還是就是 真的平常從生活的每一天裡面去照顧好它 那有人問到我青春痘的問題 我說實話我沒有長過很大顆的青春痘 只有在生理期的時候會長生理痘 可是呢小王子有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記得用熱毛巾 然後你可以用像這個睡眠噴霧噴在上面 或者是呢用這個薰衣草的精油也可以 用這個毛巾稍微呢靠著你的臉 不要整個敷上去喔 把毛巾孔蒸開 然後這個時候呢 用消毒過的一點點挑針 把粉刺啊痘痘裡的一些髒東西擠出來 不要弄到它受傷 弄好之後記得 插一點點的藥上去 然後呢做好保濕的工作 大家千萬不要覺得 我的痘痘很多已經很油了 我不做保濕了 我不敢再擦油 因為有的時候青春痘其實是 油水不平衡 那你皮膚它覺得 欸我表面很乾耶 怎麼會那麼乾 我要趕快給它油給它油 結果那個油就囤積起來凝固 所以反而一定要相反的要做好保濕喔 然後另外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我很愛這家的 這是它家的蠟燭 我呢是有點蠟燭的習慣的 一到一個地方 因為我要看書 我要寫作 所以我就一定會帶蠟燭出去 然後這個蠟燭呢 你們都聞不到 就是有種水果味 然後睡覺的時候房間是香的 枕頭是就是舒緩的 我們家有很多它的蠟燭啦 大家會看到 就是我們家有很多不同的蠟燭 那其實它檸檬草的味道 我也很喜歡 Lemongrass 這個真的是約會No.1 我覺得如果你男朋友來你家找你 或者今天跟老公有個小約會 說要把它點起來 我都稱它為調情那個蠟燭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每次點完之後 就覺得自己很性感 明明是房間香啊 就感覺自己也很像 但你知道嗎 秦先生就是那種很 就鋼鐵直男 有一次點的家裡香香的時候 他進來跟我說 有什麼吃的東西打翻了嗎 這樣會不會糟螞蟻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說沒有 是香薰蠟燭 然後我老公看了也說 我覺得你還是把它滅掉吧 真的太甜了 怎麼睡覺啊 好想吃巧克力喔 後來你知道我們兩個幹嘛嗎 跑去樓下買一個大絲冰淇淋 都是在香薰開的 我建議呢第一次入門的話 就是選檸檬草的味道 真的好好聞喔 但是要預防除火喔 就是晚上睡覺的時候 要把它就是吹齊掉 再睡覺 不要點著睡覺喔 所以它很安全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介紹過的護手霜 這是必備的 我前一陣子去上瑜伽課的時候 很好笑 老師在教動作的時候 我就在那邊猛擦 因為我的手其實跟我的臉一直 是我很大的遺憾 我的手可能 因為我14歲就出來 什麼做餐廳啊 端盤子啊 然後做家事啊 就是一雙女性工作的手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們看我的手真的很醜 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了解我的人都知道 有的時候他們會開玩笑說 你的手暴露你的年齡 你覺得你的臉保養得很好 你的手還是很老 其實我14歲的時候 手就長這樣 然後起來放 然後就指甲都很短 我記得我第一次 17、18歲的時候 跟一個我很喜歡的男孩子跳舞 然後呢 他邀請我跳的時候 我真的很高興 我們起來跳慢舞的時候 他就抱著我的手 然後突然間他就說 哇你的手好粗喔 又聽到心碎的聲音 後來每次跟他出去的時候 我不知道為什麼 為了我的手我都很緊張 比如說拿叉子吃飯 或者是拿水的時候 你看拿水的時候 是不是整個 整個那個 就是你拿杯子的時候 你是不是整個手會被看到 然後我最後 因為手太自卑了 決定放棄跟他交往 就是我覺得我 因為睫毛有點那個 開了是不是 好 沒關係啊 反正你們知道我化妝的樣子 有沒有很嚴重 現在好一些 現在好一些 不然就把它撕掉 好我把它撕掉好了 因為今天 跟你們在一起化妝比較難 所以 我有時候覺得 大家不要 就是覺得說 就是 對女生來講 那個已經是他自己很 自卑的地方了 大家就不要再 好啦我拿掉好了 剛剛有人問說 那個蠟燭孕婦可以用嗎 我覺得可以用 但是請你記得 不要點在你的旁邊 因為任何有這個 帶著香 它其實是精油蠟燭 帶著精油的東西呢 用太多的話 其實會有時候會刺激公縮 所以我比較建議的說 如果你想要很舒眠的時候 你可以稍微離遠一點 比如說像我們現在床在那邊 離我很遠 這樣講然後我家很大 不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 你可以稍微放遠一點點 然後點不要超過15分鐘 因為它其實很濃度 然後你在那個魚味裡面 就是那個精油已經擴散到空氣裡 有沒有 變分子很細的時候 你就不要點 你把它吹掉 帶著那個香味水餃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不要讓那個精油 還在揮發的時候去使用 千萬不要 就是包括精油本身也一樣 那個瘦鮮精油也是喔 最好是等你生完小孩 坐月子就可以開始用了 好 好 那上次我們有介紹百露油 其實百露油 欸我睫毛好了嗎 左邊還是有點開 左邊開 那我就把它拿下來好了 反正你們看到我化妝的樣子 那我把它拆掉 其實這樣卸睫毛很不好 你們知道嗎 幾點了 有點晚了吧 我覺得今天講了好久喔 呃 對 10點40 喔 sorry 拿掉了OK嗎 嗯 會不會很難看 不會 好 好 那其實今天也介紹差不多了 欸怎麼又拿內衣了 最後還有兩樣東西 嗯 這個呢 就是剛剛有問到孕婦的部分 它的確有點小隻啦 不過我覺得它真的是很好用 呃 它叫Stretchmark 就是 任成文的 這個安撫的 它是 大肚子的時候也可以用 然後 生完孩子也可以用 我為什麼現在還在用 因為我一直在做健身嘛 有沒有 大家知道你在健身的時候 其實你的脂肪在減少 那你的肌肉在增加 所以也就是肚子大慢慢 最後就會整個變掉 看一下我的小媽家先 看到嗎 嗯 這裡 一點點不明顯 這裡 燈光比較亮 好燈光比較亮 那我就很擔心說 我在健身跟瘦身的過程當中呢 我的皮會變鬆 然後會變成我那個皮 上面就會有紋路 所以我就會隨身帶著這個小蝴蝶 然後幫我自己擦在肚皮上面 跟大腿 就是肚皮 然後屁股的這個位子 還有 一個地方 很容易有人成文 就是胸部的這個位子 那它的優點就是說 它不像一般 你說我買很大一罐 但是我難吸收 它是非常好吸收 我們剛剛試了很多地方 我們再試這隻手 好這個位子 它真的這樣一點就夠了 好不好 你看它推開的面積這麼大 看到沒有 整個肚子都可以用 所以大家不要覺得它很小喔 因為它就是很容易推開 然後很容易吸收 它沒有過多的那種 添加什麼乾油 那有一些雖然很大罐 那可是很大罐裡面 是因為它加了很多乾油 所以你推的時候 它並不好吸收 我再試一次給大家看 所以你就變成說 你全身都要用的時候 你不用帶那麼大一罐出去 你看就這麼一點點 真的很少對不對 感覺連面霜都不夠吧 你看它推開的面積有多大 而且一下你看它從來不會白白的 我很怕擦那種乳液上面白白的 好這就是今天 我們沒去除 今天我們的那個 然後最後就是要回答大家問題喔 來跟我走 等一下還要抽獎 喔先抽獎 好那我們到廚房抽獎 因為很多人有問問題 然後今天有回答了 痘痘跟美白 這個部分 的部分 好 有人問到我 就是我們家有沒有在用這個電鍋 麻煩你們看一下 我已經用到快爛掉了 看 裡面已經這樣子說有沒有在用 然後這個是 我把它貼起來了啦 因為這樣的話 才不會覺得我們在做廣告 所以大家就不要問什麼牌子了 好不好 你看我多乖 我多乖 然後呢 這是這個電鍋最早的時候的顏色 我媽媽的媽媽 他們用的就是這個電鍋 傳家寶 對傳家寶 裡面都這樣了 我還捨不得丟耶 為什麼 然後 它真的很方便 而且好多人說奇怪了 就一個按鈕幹嘛 我跟你們說 你們如果有看美麗媽食堂 大家有沒有很懷念 歡迎光臨美麗媽食堂 各位閨蜜們 好啦馬上就要播了 我們很奇怪 我們沒有說什麼十分鐘十五分鐘對不對 就是一杯水 它這個鍋來的時候呢 會有一個涼杯 很神奇耶 一杯水 就可以把所有東西都蒸好 所以 誰要時間啊 就一杯水就好啦 你用時間 你還是不知道要放多少的水 對不對 可是這個就是 這樣一杯水 看到沒有 放進去 然後呢 放進去 把你要放的食物放進去 按下去 好 跟你女兒去玩啦 比如說你要煮湯 你就把雞啊什麼放進去 你要煮蒸飯 你就把飯放進去 那比如說你要煮粥 你就把粥放進去 米喔什麼原料喔 然後你就走了 走了之後你就去玩 它到時間它就會 跳起來 香氣四溢 有沒有很方便 那 因為這個顏色有點太醜了嘛 因為這是我媽媽 我媽媽的這個年代 就是我外婆的年代 可能還有我的真外婆 真真真外婆 真真真真真外婆 所以呢 後來呢 就看到阿豬這個可愛的粉紅色 這個我也用的就是 剛開始用啦 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 就是有絕對用過痕跡 真的有在用 就很愛啊 我也把它貼起來好不好 不要說我做廣告 我貼我貼 然後再來就是 有人會看到大鍋跟小鍋的用途 這個呢 我是拿來做米粒的副食品的 就是大人跟小孩吃的會分開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它比較小心 有沒有看到 然後呢 這邊呢 蓋子透了 它的保溫效果 可以看到嗎 再按下去之後它有保溫效果 那為什麼大人不用 因為有時候大人要再吃再蒸就好 可是米粒吃飯的時間 有時候有一點點不穩定 比如說它五點鐘 四點鐘它會上 在家裡有時候會上全老開發課程 家教老師會來 那我們大概是五點左右 五點半幫他把飯做好 可是它有時候下課會晚個十分鐘 或十五分鐘 這個時候你放在電鍋裡 水蒸氣會往下降 所以我呢 就會買這個小的是有 就是這個叫什麼 保溫功能 那我們按著保溫之後呢 它什麼時候吃就可以了 然後這樣蓋上去 很方便 太亮了都看不到 因為它白色 好 拿過來一下 這個鍋子是給米粒用的 然後這個是我公公婆婆來的時候 需要比較大的 大概差不多是八到十人份的鍋 然後那個粉紅色呢 差不多是三到六人的鍋 你知道嗎 每個藝人家裡啊 每個女明星家裡 真的都有三四個大銅電鍋 我真的沒辦法告訴你們是誰 但是真的我今天說 在我自己的朋友圈裡面說 哇我真的發神經了 我把台灣的大銅電鍋帶到那個 內地去的時候 下面我一堆圈內的女朋友 大概想說我們家有三個 我們家有四個 還有另外就是 你知道有很多女性會吃燕窩嗎 那其實這個燕窩也很方便 很亮嗎 好那就這樣 好 所以大家 有人在問說 那大銅電鍋 它的確是台灣製造的 而且是台灣的專利 那但是因為內地跟台灣的這個 叫做什麼電壓不太一樣 所以內地跟台灣的電壓呢 可能大家要注意一下 但是我們呢 就是希望它是這個 我們呢 因為希望它的電壓 大家不要再用變電器了 因為這種太常用的東西 買個變電器 其實電壓反而不穩定 所以這次呢 是特地跟他們討論了 將近 因為你們記不記得我們 剛開播的時候 就好多人問我們 然後我們一直沒弄好 就是因為我們跟廠商講說 看可以在台灣 在內地進去鍋子之後呢 然後它的這個 電壓的東西 直接變掉 然後變成中國的電壓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喔 電壓是可以用的 好 那還有什麼東西 該回答 大家問你又回答 你太晚了 我們現在來抽獎 好不好 那我們到外面去抽 還是這邊會不會太亮 這邊太亮 好那我們走 美莉睡覺了 她剛睡覺 我還在唱歌 又來裝可愛 好那我們就開始數囉 一 二 三 開始 停 好 第一位 好了嗎 是誰 快點 告訴我 迷迷迷的你你你 迷迷的你你你 迷迷的你你你 是迷一樣的名字 好來 我們再來第二位喔 一二三 停 總共有五位喔 三十八元的迷用券喔 開闊的七 開闊的七 恭喜你 好第三位 登登登登登登登 一二三 停 是誰 成小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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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E L E L E 恭喜你 好第四位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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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好 小娜娜 小娜娜 王菱菱 恭喜你王菱菱美眉 恭喜你喔 好,接下來我們要抽出什麼 防曬噴霧,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防曬噴霧啊,大家不要忘記 想要沒有斑,除了防曬 就是說防禦跟擊退 是 對於斑最重要的東西 防禦就是說你要把防曬做好 擊退就是你要晚上要敷啊 然後要導入啊 然後要把這個黑色素在表面裡面 跟深層的地方都要擊退 然後內服呢,還要多吃一點 有高單位維他命C跟E 還有這個A的食物 好,接下來 也是五位喔 好,一二三 停 洋娃娃 20177 洋娃娃20177恭喜你 二位,一二三 停 眉眉眉眉,好幾個眉 就是眉眉眉眉眉眉眉 就是眉眉眉眉 恭喜你 好,我們第三位對吧 好,一二三 手機用戶 27455 81085 手機用戶 記憶力真夠超級 好,恭喜你 現在還有兩位是不是 對 好,我們防曬噴霧 接下來繼續抽出喔 聽 不想讓輕鬆熊倒立 那你就直立吧 恭喜你 然後接下來就是最後一位了 對 好,在抽出最後一位的閨蜜之前呢 也要跟大家講喔 那個散巴女人節嘛 是一個很 我覺得 我的今年生日對我來真的是 我覺得人生才剛剛開始 你們知道一開始 其實開店的想法就是 嗯 每天都在家裡陪米莉嘛 那米莉爸爸呢 常常在外面工作 那米莉在八點半九點鐘睡覺之後 哥哥現在青春期 就會把自己關在房間裡 我有時候常常到九點鐘之後會慌 就是會突然覺得說 一整天忙完了 然後我自己是誰 就是會有那種疑問 比如說白天忙著米莉的事情 然後忙著哥哥吃飯 然後 嗯 可能有時候 秦先生工作也會 要我傳很多米莉的 這個東西給他 就是我覺得 有時候我在生活裡 我沒有主體 你們知道那種感覺嗎 比如說米莉爸爸找我的時候 就會說 欸我想看米莉這樣 然後我就傳米莉照片給他 我跟他聊天也在聊米莉 然後兒子就會說 媽我周六要跟同學出去 我今天要跟學校怎麼樣 我學校有什麼 然後我就趕快幫他弄學校的事情 然後再來就變米莉可能是 要安排他去看醫生啊 做眼睛檢測啊 看蒙特索利啊 上課啊什麼 我就覺得我自己沒有主體 主體就是說 每天是以我為主的這件事情 那自從開了這個店之後 雖然他很小 也是抱著分享了心情 可是我真的突然就覺得說 我好像有一個地方 是屬於我自己的 當他們都睡覺的時候 晚上我還可以 上上我的店鋪看看東西 然後試用的時候 帶著一種 就是這是屬於我自己的 在這個時刻 我不是米莉的媽媽 也不是秦先生的太太 也不是小王子的媽媽 我就是我自己 跟我的閨蜜在一起 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講 這個店鋪它越來越有意義 我也會越來越認真的做好 那也謝謝你們 在這三四個月給我的支持 然後真的很感動 然後 現在不言中 然後謝謝你們祝我生日快樂 在我們要結束之前 我們要抽出最後一位 得獎的人喔 一二三 好 停 娃武黏黏 好 那我們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囉 有沒有知無不 什麼知無不也 有無不盡啊 然後今天謝謝大家陪伴我們 這也是我剛過生日的時刻 今天也向你們陪了我過一場生日 剛剛在整理行李嘛 那過兩天呢 又要去幫大家談很棒的品牌 然後要飛到上海 然後飛到北京 之後還要飛到德國 還有紐約 還有洛杉磯 還有日本跟韓國 幫大家學找世界的好物 所以 米莉媽嚴選等著大家來喔 那也謝謝你們今天 像陪我過生一樣 愛你們喔 我們是 一輩子的驕傲 閨蜜 I love you 散開喔 剛剛有人問說 可不可以再給他看 一開始的那個 你臉上敷的那個面膜 蛤 還活著嗎 都要結束了 好我去地上找一下 可能丟到垃圾桶裡了 搜尋 搜尋 欸你們真的是 剛剛我帶了這麼有感情的 結束雨 然後你們突然就 又開始 欸不然把小櫥窗連結在旁邊 好不好 找不到了 喔好啦這樣 我知道了 我到時候 欸這搞得很亂耶 我等一下要重新解決 喔這是 很好看喔 蔡康永的情商客 一次 沒錯 到了我這個五十歲的年紀啊 從女藝人這種工作而跑到 變成一個可以在家裡賣東西的媽媽 對我來說 就像是 為自己再活一次 好 找到了 剩一個袋子 看到沒有 好啦 錯過就沒了 對錯過都沒了喔 聽說今天買一送一喔 Go the night 掰掰 沒有嗎 不是買一送一 對不起我說錯了 Sorry